好 来关心天气 今天中午过后 中南部山区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所以到山区要特别留意安全 还有今年第11号台风摩羯 到底什么时候有可能生成呢 接下来气象时间交给泽瑞 好 没错 赶快带大家来掌握一下 下午的时候 这个南部位观众朋友应该都感受到了 这个午后雷雨真的落下 我们就赶快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在现在此时此刻 现在其实中南部的雨还在下 所以呢 其实现在 在庄西洋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 要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近山区山区的观众朋友 都会感受到这一波的雨 那以雨量累积来说 其实在过去这一个钟头下 最大的地方就在高雄茂林 以及高雄的六龟都来到了 市余量是52毫米 另外在台南的关山也有50.5毫米 所以记得出门一定要带伞 那除此之外 大家就关心了 当然这是今年第11号台风摩羯 什么时候会生成呢 我们就赶快先从它的路径来看 预估最快是礼拜一的时候 它就会生成为这个轻度台风 好 那从欧洲戏级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过去几个小时 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路径 看起来都从台东登陆 但是欧洲戏级在过去一个小时 已经更新了最新的路径曝光 它预计现在看起来这个戏级模式 是会从这个宜兰 一直到基隆江来进行登陆 不过美国戏级仍然是认为 会从东部海面北上通过的几率 是比较高 那至于台湾的气象鼠 又是怎么预估我们从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一起来看 可以看到4号 5号 6号这几天 你有没有发现 事实上气象鼠认为 它是往北走的路径 是几率比较高的 主要是因为北方的高压 看起来它的强度 是比较弱一些的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从海温图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整个生长的环境 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它在接近 台湾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它有可能 达到中度台风以上 甚至到强烈台风 也因此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台风 从台湾 就算是东部海面通过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最后一周降雨 带大家一起来看 如果从气象鼠的 最新预报来看的话 认为其实周末两天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 都是维持所谓的 午后雷震雨的心态 其中是在中南部 山区以及近山区 看起来降雨会比较明显 至于在北部来说的话 降雨就比较不明显了 而在礼拜三跟礼拜四开始 有没有看到 全台的雨 看起来都比较多一些些 事实上就是 北东的水气会略微增加 不过整个 不管是说 它是一个热耐性机器 或者是 它在礼拜一生成台风 好 那在礼拜五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发现 全台尤其是在东部 以及北部的降雨 都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那事实上呢 象鼠也预估 在礼拜五的这一天 开始就会受到整个台风 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也因此 东部还有在北部地区 就要特别注意 风雨的变化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专家也提到了 其实在它整个路径来说的话 它们预期 可能高压会比较强一些些 也因此其实到现在 目前为止 仍然是没有办法排除 它有可能会有登陆 台湾的一个机会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先提前做好防台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 下周有机会生成 今年的第十一号台风摩羯 对台湾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气象时间交给泽瑞 好 没有错 大家都非常关心 就是下个礼拜 是不是有台风要生成了 好 我们就赶快 帮大家整理一下 现在这个所谓 大家关心的十一号台风 摩羯就在哪边 好 如果我们从卫星云图来看的话 事实上它的位置 就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那它现在呢 其实已经变成是扰洞了 目前预估 它在下周一的 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它就会生成回台风 那接下来呢 它就往这个 西北的方向来进行前进 好 那路径呢 大家非常关心 我们就从各国路径来看 好 从各国路径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大家就关心的是哪一条线 就是欧洲系级 好 从欧洲系级来看的话 你们有发现 黑色的这个是什么 就是它们的平均值 目前看起来啊 它的这一条线 预估在下个礼拜 周末的这个时间点 它有可能会登陆哪个地方 就从台湾的台东来进行登陆 那事实上欧洲的这个系级呢 在昨天这一报的时候 这是最新一报 但是其实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这个系级 是看到它从哪边登陆 事实上原本欧洲系级 是预估它会从花莲的 这个地方来进行登陆 那所以可以看到 它已经开始往南修一点点了 那至于是美国系级来说的话呢 分歧真的很大 你可以看到美国系级预估 它往北之后 它会朝上哪个方向 就是日本韩国的方向来前进 但是你从这整个系级来看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还是不排除 有登陆的一个可能性 也因此要提醒全台的观众朋友 要做好相关的防台作业 但是欧洲跟美国差在哪边 我们从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一块来掌握 事实上我们从台湾这个气象署 的这一整个地面天气图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在3号 4号这几天 这个高压来说的话 看起来都蛮强劲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在5号 6号的时候 整个高压已经东退 整个往北退到整个日本这边来了 也因此如果从中央气象署 目前预估来看的话 他们认为整个高压会有明显的北退 也因此台风它在走的时候 它就不会往台湾的方向 而是往北来进行移动 但是当然因为这个模式来说的话 现在看起来以欧洲来说 他们认为是整个高压比较强 所以整个它的摩级台风 它就会从台湾的东部来进行登陆 那不管它登不登陆 我们要先告诉大家 大家先做好准备 我们并不是说它一定会登陆 它不会登陆 要告诉大家是要先做好准备 为什么呢 我们就从海温图带大家一起来看 如果我们从海温图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重点 其实现在整个海温来说的话 其实是蛮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它整个发展的这个区域 可以说它的海温非常高 大概几度 来到31度 甚至31度以上 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生长 也因此它的发展条件 这么好的状况之下 它在前靠近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 专家学者就说不排除是中台以上 甚至达到墙台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台作业 再把时间交还给顶结 好另外 山山台风目前是在侵袭日本 而且虽然它的强度减弱了 但是这大雨还是造成了 日本已经有6人死亡 最近的天气大概就像这样子 早上是晴朗无云 但到了下午之后 就会变着比较多云 而且在不久之后 还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像这样的夏季型天气形态 有机会持续到下周一 而在之后的不确定性 就会提高 卫星云图上 在费律宾东南方海面的 这热带云处 未来有可能发展增强 有机会成为今年 第11号台风 摩羯 云图上看起来 它有一点开始在旋转的现象 但是如果高达势力比较弱 它来到这边之后 就有机会慢慢地往北边 然后靠近到台湾东方海面 热带扰动 正在酝酿 以预报来看 发展成台风的几率非常高 天气风险公司预估 在9月1号周日到下周一 这系统会往上来到 菲律宾东方海面 最快9月2号到9月3号 有机会生成为台风 若高压强度较强 就可能会穿越菲律宾 继续往西 较弱则往日韩 至于高压势力适中 往台湾前进的几率就很高 影响时间点 预估落在9月4号到9月5号 台湾越近的地方发展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的反应时间会比较短 因为它很可能行程之后 不久我们马上就要发布台风警报 不过若真的行程为台风在路线上 未来怎么走 变数还非常大 因为根据欧洲模式来看 在热带性低气压发展的位置 约落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而行程为台风后 以长期来看 预估往台湾到中国华东 一带前进 只是路线上 差异变数非常大 台风怎么走预报变数还很大 可以确定的是下周后半段有活动安排 恐怕要有台风备案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就是假期天气好不好很重要 还有下周是否又有台风即将影响台湾呢 接下来气象时间交给明锐 好的 没错 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就很关心的 就是到底下周会不会有台风生成 而且进一步的影响台湾 最主要就是在下个礼拜的环境场 在台湾的南边的海域当中 刚好是一个季风低压潮的形式 所以在这里面当中 就有很多这种热带系统 会逐渐的生成起来 以目前最新一报的 欧洲跟美国的模式 都认为下个礼拜什么时间点 落在于9月6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五的时候 大概是在礼拜五的凌晨2点的时候 到时候整个欧洲模式看起来 整个台风是相当接近台湾 甚至不排除会侵入台湾的 但是相照于美国模式认为了 它的到时候的时间会落在于 是台湾东部的外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模式在接下来7天当中 在整个预测上面 还是是有一个变动跟差异的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整个环境场 的确在下个礼拜 是会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 究竟对台湾的影响程度又会是如何 我们会进一步的再为大家来过观察 不过从雨 卫星云图当中 带大家一起来看 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台湾的天气系统 大概就是位在于一个低压跟高压之间 所以从周六开始 也就是明天的周休乍期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大概天气上面会较为的稳定 午后会局限都是在中部 以及中南部的地区还有山区 但是雨势上面来说 不会来得像这几天 这么的明显这么的大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三三台风 三三台风虽然在明天最快 就会减位成一个温带气旋 但是预计它的一个残留的云系 还是会持续影响到日本 也因此多雨的形态 还是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二 而最近未来一周的天气又是如何 我们进一步从一周天气带大家来看 从几拜六到下个礼拜一 大概是环境场的水气会逐步的减少 因此整个仗雨都是集中在午后 而且都是在山区跟中南部的部分 另外在下个礼拜二到礼拜三 受到整个低压带外围水气 会逐步影响到台湾的情况之下 整个仗雨的范围会稍微的有所扩大 不过接下来到礼拜四开始 受到低压带逐步北台的一个影响 到时候台湾的天气系统 就要看这些热带扰动 究竟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 将会影响到台湾的雨区变化 以上这节气色 但是今天午后 其实也下起大雷雨的情况 接下来天气状况会如何呢 尤其接下来是下班下课了 我们西洋时间就要运寒 好 刚刚也看到这南投民间 这雷雨下得是冰冰箱箱 提起关注朋友 此刻这逢是下班下课的时间 现在看起来 这豪雨特报持续发布 包括你刚刚看到这南投地区 还有嘉义地区 以及新竹地区 这个累积雨量都已经蛮惊人的 而且刚刚新闻当中的 这南投地区民间乡 这个食雨量还超过了80毫米 其实只要超过40毫米 就是所谓这豹雨等级了 那么您看到 其实在南投民间乡的话 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126毫米 至于新竹跟嘉义 都有可观的降雨量 提醒观众朋友 阵风现在午后天气 比较不稳的状况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路上安全 另外我们透过这个卫星云图 带你掌握比较详细的天气状况 此刻来讲 山山台风已经开始重灌之旅 要一路穿过着日本 那么以台湾来讲 现在是处于一个大跌压带 天气比较不稳 等到山山台风逐渐离开之后 其实在下周二的时候 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这海面上因为低压带的关系 天气不稳 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发生 那么这个热带扰动发生之后 接下来有可能会生成为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然后就有机会成台 但是因为今天来讲还太早 气象鼠是说 在下礼拜二的时候 就要观察这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 热带扰动有没有可能 到时候继续发展 那蕴寒查了一下 下一个台风可能叫做摩羯台风 不过此刻来看 时间还太早 请您持续关注了 但是降雨状况又是如何呢 下一章带你来看到 此刻来讲 各地午后雷震雨还是要留意 今天受到新南风影响 加上低压带 各地午后都有雷震雨发生 还是要留意 到周末的时候 同样在中南部还有山区 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雨发生 不过因为高压增强的关系 这个降雨的范围 还有强度会稍微减小一点点 那么下周此刻来看的话 同样是中南地区跟山区 会有午后雷雨 不过这边要特别提醒 如果不下雨的话 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各地在午间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还是要提醒您做好 防晒补水工作了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OK OK 谢谢大家